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今天是2024年4月16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這些開始直擊 今早我們有叫金融董事陳正心 和我譚凱韻陪你一起開始 好,Ryan,今早大使有什麼焦點? 大家都看著美國的數據 隔晚就看著一些零售商家的數據 上個星期看通脹的數據 其實你接下來我想大家都會看著一些工業的數據 因為說到尾大家的焦點都是 看看有什麼息口上的啟示 是的,都要留意著 還有提提大家一會兒10時 內地會公佈過三頭馬車數據 和第一季的GDP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留意著我們網站的最新消息 還有我們節目踏入第二季開始 會有新面貌和大家見面 希望你們繼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還有推介給有興趣了解投資的朋友認識 如果你們都有投資上的問題 或者有心得上的交流 歡迎來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ET App 在聊天室內 講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待會回答大家的問題 現在一起看看美股上日的情況 美股先升後回 道指升400點後需要倒跌 中東的緊張局勢稍為舒緩 美股三大指數上星期五下跌後 昨晚高開 道指一度升403點 不過之後要倒跌248點收市 收報37735點 標指收市跌1.2% 收報5061點 納指跌1.8% 收報15885點 納指金龍中國指數向下跌0.5% 歐洲股市各別發展 英國股市向下 焦點美股方面 普遍向下 Amazon和Google跌幅超過1% 蘋果第一季手機出貨量跌 股價跌2% Tesla確認全球裁員 股價跌5% 華府進一步制裁俄羅斯金屬行業 美國女業和世紀女業 股價逆市上升 AMD跌超過1% NVIDIA先升後回 跌2% 連跌第二個交易一 台積電跌1.7% 比特幣跌4% 交密貨幣交易平台Coinbase 急跌9% 以預托證券形式 在美國買賣的方網股ADR 普遍向下 京東和美團再次失手100元 阿里巴巴失手70元 折合69.111 匯控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友邦連跌6天 ADR收市再比本港低1% 一起看看亞太區外圍的情況 日經平均指數現在早段 一度曾經跌超過700點 現在跌688點 跌幅1.7%左右 去到38,544點 首爾綜合指數跌38點 升年普通股指數跌85點 新西蘭50成分股指數跌91點 在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都是向下的 稍後會和大家跟進最新數據 和Ryan談談外圍市況 Ryan特別談到消費數據 昨晚公佈的零售銷售非常強勁 3月份上升0.7% 好過市場預期上升0.4% 減息的預期 其實現在再次降溫 今早看到Fatwatch的數據 就說市場預期 6月減息的機率 現在只剩下兩成左右 預期9月才會啟動減息 這是Fatwatch的數據 不過大行估得更加厚 美銀最新的預期就說到 他們預計12月才會展開 今次的減息週期 理據是3月份的通脹數據強勁 他們預期到2025年會減息四次 登銀早前亦預期了 12月才開始減息 現在見到中東局勢緊張的情況 暫時有所舒緩 不過大家都關注後續發展 至於息口 就一再推遲啟動減息的時間表 加上這期是美股的業績期 你怎樣評估這一系列的因素 對美股後市的影響 我想美股其實也要借勢 有一些傷到比較深一點的回調 可能只是 現在出現了沒有 譬如道指高位回了5% 去到去年年底的水平 你剛才所說的較深的回調 完成了沒有 這樣說吧 我想又不需要去到 牛熊分界的水平 不用去到兩成的 理論上高位回調兩成 叫做逆轉 完成 是的 我想例如舉例到這個 納指 我想你說要去到大約17750的水平 這個預期其實相對是一個合理的預期 那為什麼其實它未必說會轉弱呢 雖然現在你看一些息口環境 對那個大市不是那麼有利 我想就你看各項的數據都見到 美股其實仍然是處於一個強勢的 即那個企業的業績仍然處於一個強勢 是 那你除了一些科技股之外 一些的金融股其實也都不是說會令到市場失望的一個業績出到來 市場沒有說對那個經濟的前景是大跌眼鏡 或者是調整他們一個本來相對都是偏樂觀的預期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都會為整體美股提供一定的支持 那除此之外你看這些資金其實是持續流入美元區的 那當然最明顯的原因就是那個減息的預期推後了 那第二的原因其實我想大家都知道 現在地緣政局是相對緊張 那其實一些的資金增持 一些的美元資產也是相對合理的 那變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些錢也都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難道每個人走去做定期嗎 那所以就你在有一個相對落股的經濟前景之下 就令到那個股市是有一個足夠的一個支持在那裡 如果單純說美股的 我不是說真的看得太過悲觀 那你說有一個的回調之後 今年的高位出現了沒有呢 其實現在才4月 你今年呢 預下的時間仍然再去尋頂呢 我覺得那個合理性都是大的 不過這個就限於一個美股 你其他的股市我覺得變數是大 包括之前大家都看得很樂觀的日本股市 我不是說覺得日本股市已經是逆走 而是你現在日本股市面對著 都幾多不同的因素夾擊 最簡單就是兩個因素 第一就是它的企業面對的 它的企業股值其實是便宜的 企業的盈利呢 如果可以十級而上 即是符合市場的預期的話呢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之前一路憧憬它的經濟的復甦 是可以預期到 可以實現到 那麼這個就會支撐到 它的金融市場 但是另一邊的商 日元呢 是不斷出乎市場 與其走弱 是 這個是最大家猜不到的 大家猜不到的 幾乎 我想 十個好過都猜錯了 一個日圓的了 那你便 即是大跌眼鏡 那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 你令到這些企業 其實有一點叫苦連天 嗯 因為雖然日本的企業 是真的很大 它的供應鏈很長 但是 當中的成本結構 也都是 挺依賴那個日元匯的 那麼變成 這個是會有機會 令到市場 擔心 這個因素 去衝擊到 這些企業的盈利 那所以其實 變成 日本的股市 有一點點兩邊的拉斜 但是 不要忘記了 你一個國家的貨幣 其實也是有利於 它的出口 是的 所以日本也是 一個出口主導的國家 那麼 這個對企業的盈利 未必是一面倒地 好或者不好 這個 我想 日本股市 都會 在這些位置 需要做一個整股 是的 那麼 Ryan也說得很清晰 就是 他對美股仍然是看好 不過日股就叫大家 現在 現水平就需要審慎一些 好 我們談談那些業績股 那麼 TSM 接下來星期四 盤前就會公佈第一季的業績 那麼 現在市場預期的營收 就按年升14% 每股收益就是上升3% 但是看到股價 其實今年至今就升了3.5% 那麼股價近日就跟隨其他芯片股 有回吐了 好 業績前你建不建議大家去吸納呢 從投資角度 我就覺得他有一點偏貴的 老實說 你整個 現價的往績市盈率呢 他大約就是30倍PE左右 就是看看他的增長 對 增長能夠 對 但是不要忘記 他其實始終都非常受惠 AI的芯片 是的 那麼基本上 你如果 我可以這麼說 你沒有了TSM的話 你基本上 那個AI芯片 你可以即時沒有了六成多 他市佔率是有六成多 在芯片上面 那麼你 當中 他有25%的收入是來自蘋果的 然後你還有其他一些巨企 那麼你可想而知 他在整個供應鏈裡面的重要性會在哪裡 其實他先前也有一些 就是三月的數據 是公佈了出來的 那麼 那個出貨率完全是符合市場的預期的 所以那個業績 我相信他不會太走樣 但是會不會遮小 由於他也挺強小的股價 會否遮小一些的回調呢 如果有這個可能性 那麼其實 我又覺得是一個特價事件 但是純粹以古論古為 現在這一刻這個價 這個走樣的話 那麼我在衡量的直播 那個直播率 再從業績的操作角度去考慮 未必說真的那麼直播 五波比較中性一點 但是萬一真的公佈完業績 其實不差 但是又差 股價回吐 那又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是 或者問實一點 比如說如果 其實我想中場線 不少朋友看好的 但是現在去到這些水平又嚴貴的 如果出現一個特價時段 去到什麼價位 你覺得是一個可以吸納的價位 沒有了 回到下來 可能去到百三至一三五那些位 那些位大家可能會擔心 那些位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吸納機會 是 不過 它會不會落到這些位 我也覺得有些問號 是 是 落到百四元的支持 其實已經是很大的 是 好啊 那大家可以留意著 看看它的業績 即是即前吸納 Rion就覺得現水平是偏高的 好我們談到Netflix 因為就是星期四盤後的 公佈第一季的業績 營收升14% 但是每股收益的預期 就上升超過暗性 市場預期它升56% 那預期盈利上升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它的打擊密碼共享 看到成效 還有會繼續開拓廣告收入 還有看到它上一季 其實就出乎市場預期 那個用戶的增長 就是比市場預期高的 增加了1300萬的用戶 還有對上兩次 其實出季職之後 股價單日 都有雙位數的升幅 這一隻 你又建不建議大家 在職前吸納呢 現在市場的看法 其實都偏樂觀 是呀 預期升五成 是呀 那通常偏樂觀的看法 我是有點審慎的 是呀 如果你純粹是炒業職的話 控制住住馬 是 如果你從一個比較中線的角度 是 我都是會有些戒心的 對於市場 看得一面到樂觀的 是 尤其是Netflix Netflix 其實是一個很靠內容的平台 你想想 它那個的 用戶 或者訂閱戶 那些訂閱戶 它那個的增長 是來自哪裏呢 之前呢 其實是有少少是來自 它打擊一些 一些共享將來的一個因素 是 令到呢 比較多人呢 是做一些 的 就是 獨立的訂閱 我們 應該會 不用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